为了控制狂犬症疫情,太平市议会今天拉队到18丁,展开一系列的防疫措施。 今早9点开始,在培英华小礼堂设置几个柜台,还请来几名兽医到场协助,为当地住户的家全免费注射疫苗之余,也替狗主申请执照。 民众对于市议会如此贴心的服务,拍手叫好,因为当局过去只管在太平一带提供隶私的服务,如今民众无需载舟车劳盾,就能够为加权打预防针,申请执照,一举两得。 有打针啦,我们带来啊,没有要在太平打针的,听到这里有打针啊,没带来啦,风水症应该是会怕嘛,来打针就比较安全一点啦。 影响是讲解全部啦,人家浅身追 spectacular力疼啦,人家浅身亚劝 unless,人家浅身要啊,我们尽ου 一个更精湾啦,arently speaking lump glyc Libby就是女儿啊, 你看这个构嘛,对啊,时饭来术� mover实说马来说画 cheering啦。 十八丁区州议员蔡依林透露,活动开始短短一个小时就吸引数食户人家前来申请反应不俗,当局也将在区内进行广播,呼吁更多狗主前往给家犬打针,办执照。 目前为止,所有狗只的化验结果都对狂犬症病毒呈阴性反应。 NTV7P力采访报道。